那么我们直接进入教学 记得三连哦 本期教学有四点 一 根据阵容选择打野英雄 二 各种打野开野路线 三 打野抓人的时机 四 开局作业小技巧 第一种开的路线 红buff开 抓人 再刷另一个buff 一 根据阵容选择打野英雄 需要上中前期一至二级时拥有稳定的控制 例如 卡牌 泰坦 冰女等 自己就可以选择青钢与老鼠 皇子等进行配合 二 开野优势 一 最快时间内建立优势 二 可以利用击杀的优势 联动入侵 三 双buff开局 下次buff刷野时间更快 第二种 F6开 刷野发育 一 阵容选择打野英雄 前期队友选择发育或者六级牵偏弱的英雄 例如天使 卡扎丁 石头人等 这里就可以选择寡妇 凯尹之类的英雄 可以发育等机会 二 开野优势 刷F6快的英雄可以最快时间刷第二次 可以达到快速发育 二 若是打野前期红四方反向开局 前期可以避免被入侵 可以稳定发育 第三种 红 F6 蛤蟆 一 阵容选择打野英雄 上冲前期强势英雄 鳄鱼 捷 蓝刀等 前期选择强势打野英雄 刷F6跟蛤蟆比较快的 而且三级拥有很强战斗能力的打野 例如挖掘机 九筒 备注 速三打法都需要保证前期可以抓到人 前期记得换扫描 为抓人做铺垫 二 开野优势 一 前期可以利用红buff抓人 二 第一时间可以抓上路 三 就算被反野也只会被反一个石头人 石头人在地图的最边界 而敌方打野需要花费很多时间跑路才可以到达 类似种 红buff F6 三郎 蓝buff 一 阵容选择打野英雄 前期AOE技能比较多的英雄 例如人马 龙龟 木木等 二 开野优势 一 AOE技能比较多 所以此路线刷也比较快 二 不可能被入侵反野 敌方打野要么偷石头人要么偷蓝被我们发现 三 可以第一时间抓中上或者入侵野区 第五种是跟第四种反向开的 道理是一样的 第六种 红buff 石头人 F6 三郎 蓝 蛤蟆 正容选择打野英雄 例如死哥 奥拉夫 剑圣等 备注 前期需要在上半野区作业 防止备入侵 二 开野优势 一 最快到达四级 做时成功率更高 二 红buff三足野怪到达三级时 可以考虑抓一波中 没有机会就继续刷另一片野区 三 下一波再下来时不仅可以刷石头人跟F6 还有机会直接控龙 第七种是第六种的反向开局 道理是一样的 第八种 红 蓝 蛤蟆 一 阵容选择打野英雄 前期上中强势英雄 例如鳄鱼 蓝刀等 我们选择前期强势打野 刷单个野怪比较快的 三级拥有很强的战斗力的打野 例如德邦 蜘蛛等 备注 离开F6的时候可以做个野 防止被偷 偷了也可以考虑换野区 二 开野优势 此类英雄可以第一时间抓上中 或者入侵这里优势 二 就算抓不到人 到达三级 再刷群体野怪会轻松很多 第九个跟第八个是反向开 同理 OK 那么本期教学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记得三连